最近有一档节目,还是饱受大家喜欢的,那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,网友也通过这档节目,对这四位妻子有了大概的了解,其中大家最为陌生的就是程丽莎,在结婚后她就离开娱乐圈了,也没有什么作品。 在这档节目中,程丽莎带了两样特殊的物品,一个是养生壶,一个是熏香,在刚刚到居住地的时候,程丽莎就把熏香给点了起来,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熏香的,谢娜刚刚闻到这个气味,就不停的在打喷嚏,似乎程丽莎没有注意到谢娜的不是,依旧自顾自的点起熏香,谢娜也没有说自己对这个熏香过敏了,只说了三个字,挺好的,不过谢娜身体的状况说明, 她对熏香是真的过敏,不停的在打喷嚏,不过程丽莎似乎不在乎,隔壁房间的英彩儿,心到谢娜一直在打喷嚏,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 这个时候程丽莎正好过来找英彩儿借吹风机,英彩儿不愧是高情商的代表,知道直接说,肯定会让程丽莎尴尬,所以就委婉地说道,你的熏香,我们隔壁都闻到了,这暗示已经非常明显了,不过程丽莎似乎没有注意到,她居然问英彩儿,要不要在她的房间点上熏香。 英彩儿立刻回对道,我鼻子很灵的,不用了,英彩儿非常的无奈,就更加直接暗示程丽莎,那样点会不会很公比,英彩儿都频频暗示了,但没想到程丽莎却仍不在意,回复,没有,特别好。 之后也可以明显看出,英彩儿露出无奈的笑,网友都觉得程丽莎的情商实在是太低了,到底是不懂装动,还是真的没明白,卸了都狂打喷嚏了,既然还可以这样无视,点讯箱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,不过如果周围有人对这种香味过敏的话,最好还是不要随意地点讯箱,不知道,对于程丽莎的做法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